所以现在你被对方欺负 代表你什么 有所不足 但是你要 能够 转变这个局 不是跟他说 他欺负我 是我不足 导致你说的 等一下下了课 你去买把菜刀回家 导致说是我不足 现在我敢拿菜刀 你应该是 他在某一个层次上的 他认为他应该驾驭你 对不对 但是你要想清楚 你有什么样的本钱 让他感受到 他可以跟你在什么样的室友主题上 做可能性的互相交流 所以这时候就要讲到专业与否 就要开始了 你要开始study了 不能蛮干的你知道吗 要用细心的去分析 人世线身上的 人世线身上就这么回事 当对方 理直气壮跟你在那边讲 他讲得头头是道的时候 你也许不用跟他辩解 但是人都有弱点 你要study哪一样东西呢 study他的弱点 比如说 我是举例 你们家的另一半 他任忍不清 所以他经常都会误判 如果你的智慧 比他来得成熟一点 你看到那个 他新交一个朋友 可能不是那么回事的时候 你也不能 你也不能够在他前面 太抢他的风头 他反而会把你骂一顿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呢 就是以柔克杠 是不是 你时不时的 散发一点讯息 你不要去强制他 说你必须听我的 他不会听你的 你对强刺的那一方 你必须要跟他建议 建议 只要有一天 刚好就是天时地利人和 他突然清醒 你曾经建议过他 他就会开始 把你的credit 加在他的脑海里 第一件credit 也许他还在那边 大小眼 对不对 但是渐渐渐渐 你一直让他觉得 我的第一半 有这些长处 所以渐渐的 你的这个 在他心中的比重 就会开始有所增加 这个时候 他有这个 分区域的 你知道吗 前面就是 努力跟云期 知道吗 等待 反攻 等到他渐渐 把你的 这样子的一个事实 在他心中 不用铺的全满 铺到一半以上 你只要其他的错 不多 让他感受到 你也是个他 就有可能 他会渐渐地 采纳你的意见 这样你就开始 在这样子的一个 教学相长中 他就会可能性地 接受你 人一旦接受了对方 不管是什么样的 室友 他对你的态度 就会开始转变 所以硬碰硬是 对不对 所以你要开始 不管你 你的另一半 还是你跟你的孩子 你都不能够硬碰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